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解搜索这块区域,换一换的这个功能 我们打开我们之前写的代码啊 我们来看,现在啊,我们只做了这样的一个显示的功能 实际上我们还要点换一换进行切换 那么,我们打开代码呢,首先找到我们的header部分的内容 打开index.js 在这里呢,我们的header现在是一个无状态组件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啊,要继续去扩展header 所以呢,header会变得很庞大 如果header变得很大的话 你用这个无状态组件去管理header呢 函数里面,欠函数要不断的传递参数 它维护起来呢,可能会有些问题 所以呢,我把它先改回一个正常的组件 引入component 然后我们重新写一下啊 class header extends component 这里面会有一个render函数 render函数呢,我们直接把下面的这段代码 烤过来就行了 return的内容,我们全烤过来 这样的话,这里面我们就不用props了 好,我呢,给它换一个tab加进来 OK,这样的话,其实程序还是有问题的 哪里有问题呢?这里面它没有props 它都是什么样?它都是this.props 所以呢,你要把这些props都替换成this.props 我们可以一个个替啊,当然也可以批量替 在sublam里面,选中props,按住command或者control加d 它会帮助你重复的选定这个关键词 然后在前面加一个this.props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继续来 render函数有了 render函数里面呢,会用到get list area这个方法 我呢,给它起名叫做this.get list area这个方法 然后呢,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把它粘贴到这个组件里面 把它的方法体一起拿过来 它接收一个show 把内容拿过来,OK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方法可以删除掉 然后把它写在这 这样的话,我们又把header恢复成了一个普通的组件 当然呢,你写完了之后一定要回过头来 到页面上去见证一下啊 刷新,没任何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往下写 我们说啊,这个header input框里的这些内容 实际上是通过阿甲克斯数据获取的 我们打开减数这个网站 然后呢,打开控制台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网站 大家看啊,当我鼠标点到搜索框的时候 好,这里呢,看不清楚 我们点开network,再重新刷新一下 我清一下network里的内容 当我点击搜索的时候 大家看,它发了一个请求叫trending search 点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请求的返回值 就是input框里的这些高考啊,区块链这样的内容 当我把这个network清除掉之后呢 我再点击这个input框,大家看 它就不发送了 也就是这个框里的内容 只在input第一次聚焦的时候 我去获取数据 获取完了之后呢 我就一直用之前获取到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功能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这么做啊 打开我们的代码啊 我们说点击进入header里面 store下面的reducer.js 大家想啊 我现在header里面 不仅要有一个focus的数据了 我header还要有什么 我header里的这个列表的内容 是不是也应该作为数据 在header里面进行存储啊 所以呢 我要在header的reducer里面 去写一个数据 叫做list 它呢一开始是一个空数组 我们保存一下 接着呢 我们来想 当我的这个组件 NAV 也就是这个导航的input框啊 做了聚焦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获取 阿贾克斯数据呢 那么也就是unfocus的时候 我应该去获取阿贾克斯数据 unfocus执行的是handle input focus 这个方法 我们找到这个方法 在这里面 我们要去获取阿贾克斯数据 那么之前我也说了 我们获取阿贾克斯数据呢 一般来说 不会直接写在组件里面 我们会把异部的操作 放到actions 或者放到redux saga里面 去进行处理 那这里呢 我们这个项目统一使用redux sunk 把这种异部操作都放在action里面去处理 那么我们就需要先安装redux sunk redux sunk是redux的一个中间件 它使得我们可以在action里面去写函数 保存一下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在命令行里呢 我先清一下 先取一二 add redux-sunk ok 充其 好了 redux sunk已经安装好了 那这个中间件应该如何的使用呢 我们说中间件是指谁和谁之间 是指你的action和你的store之间 其实是对这个dispatch方法的一个升级 它应该写在哪呢 它应该在创建store的时候被使用 我们看store在哪创建呢 打开我们src目录下的store文件夹 下面的index.js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创建的store 那么我们也应该在这里去使用redux-sunk import sunk from redux sunk 然后怎么用呢 redux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叫做 apply middle wear 然后 我们呢 在compose enhancer里面 去调用applymiddlewear 去使用哪个中间件呢 去使用 sunk这个中间件 这么去写就行了 当我们这么做好配置之后呢 我们就正确的使用了redux-sunk 关闭掉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到页面上刷新一下 不会有任何的报错 就说明redux-sunk已经使用成功了 有了redux-sunk 我们就可以在action里面去做异步的操作了 那么当你去handle input focus的时候 也就是聚焦的时候 我可以派发一个action dispatch 我们派发一个action action由谁创建的 由actioncreator创建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这么去写actioncreators.r 你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action呢 你要去获取一部的这个数据 所以呢 我们可以起个名字叫做getlist这样的一个action 很显然现在代码一定会报错的 因为actioncreator里面就没有getlist的这个方法 所以呢 我们点开actioncreator 在这里面我们要写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等于一个函数 以前这个函数啊 都是返回一个对象 现在这个函数不返回对象了 因为你用了redux-sunk 它完全可以返回一个函数 这就是redux-sunk的意义 这个函数呢 还能接收到一个dispatch方法 大家还记得吗 OK getlist就是干这么一件事的 它呢 帮助你去返回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 实际上我就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了 主要我们就用它来去派发一个异步的请求 我们先不派发 我们先可以console.log一下 123来试一下 保存 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页面上 刷新 大家看聚焦的时候 123是会被执行的 没有问题 因为当你聚焦的时候 你会去派发一个getlist的action 还会派发一个searchfocus的action 后面的这个action帮助你去控制列表的显示 或者说这个input框的长短 而getlist呢 这个action它是一个函数来帮你做一些事情 我们要在这个函数里去写逆步的请求 那怎么去写呢 我们说要做逆步的请求 要借助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叫做axes 所以呢 我们停下负气 一样add一下axes 这个第三方的模块 点击回车 重启服 好 回到代码里面 我们继续来写 已经安装好了axes 你就可以去引入axes fromaxes这个ball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发请求 axes发一个get请求 我们呢 这个时候要去和后端的同学 做商量 比如说呢 我是 Dellie 我的后端呢 是随便的一个哥哥 比如说Mike 我需要和Mac 去定一个接口 那么呢 我们说 接口呢 后端 开发的同学可能说 你请求我API下面的这个head list吧 .json 如果你请求head list.json 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我会给你返回数据 那我说OK 咱们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开发 我请求我写前端代码的时候呢 我就去写这个API下面的head list 你后端在做开发的时候呢 你也按照这个API下面的head list 进行编码 这个时候 我们前端进行前端的开发 后端进行后端的开发 互顾影响 OK 然后呢 我们去请求他 如果成功了 他就会执行then这个方法 yes 如果失败了 就会执行catch这个方法 console.log arrow 我们保存一下代码 到页面上来看啊 当我鼠标聚焦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接口的地址 没有返回任何的内容 说返回了一个404 同时呢 这个请求失败了 为什么会404 很简单 因为呢 我们和后端做好约定之后 后端去进行接口的开发了 这个时候接口是不存在的 那我当然就用不了 可是你不能说后端没开发吧 你前端就不能继续开发呀 这个时候 就涉及到我们前端 要自己制作一个假数据 那么假数据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借助于一个 这个create react app的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呢 大家来看 create react app目录下 也就是简书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public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可以建一个文件 再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api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在api下面建一个文件 叫做header list.json 回车 大家来看啊 我在这个header list.json 随便写点东西 保存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上 输入localhost 3000下面的 api下面的header list.json 大家看 现在你的这个内容 就可以输出出来了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回事 create react app底层 也是一个node的服务器 当你去访问这个api下面的 header list.json的时候 它呢 会先到这个 你的工程目录下 去看你有没有对应的路由 这块内容还没讲 大家可以先不管 那么如果找不到 其实它还会到哪里去找呢 它还会到pubin那颗目录下 去找api目录下的header list.json 如果它发现 pubin那颗目录下 有api这个目录 同时有header list.json 它就呢 会把这个pubin那颗目录下的文件 拿出来输出出来 通过这个特性呢 我们可以写一些假数据 在这个api目录下 我们可以创建文件 去把我们假的一些数据写在这 比如说什么叫假数据 sd这些东西 它就是一个假数据 那么写好了假数据 我们保存 我们再到页面上 然后呢 我们点开这个手印 我们把这个api都去掉 我们来看network 鼠标聚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header list.json 已经可以请求到数据了 也就是我们自己写的那些假数据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一般会怎么做 一般我是倾向于在pubin那颗目录下 去创建一个api这样的目录 在里面呢 去写一些这样的假数据 然后呢 在上线之前 我会把pubin目录下的api 这个文件夹给它删除掉 这样的话 真正的上线的时候 或者跟后端连条的时候 我们说后端已经开发完了 你就没有必要在前端用这个假数据了 那你把这个假数据的接口 或者说这个文件夹一删除 它呢 在你的这个pubin目录下 找不到你的文件的内容了 它就会以这个接口的文件内容为准 如果你后端写好了 那么你能请求到 如果你没写好 它还是404 这样做一个上线的过程的一个对接 好了 保存一下 然后呢 header list.json里的内容 很显然 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应该把 后端接口真实的内容 拿过来做模拟 我们打开减书这个网站 当我刷新一下 在点击搜索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training search里面 会有这么多的内容 我们复制一下 粘贴过来 但是我们这块的数据结构 要和它的数据结构 有些不同的地方 大家看啊 这是我的模拟的数据 这个模拟数据实际上 要和我跟后端对的这个接口的数据 保持一致性 所以呢 我会跟后端的Mac说 我说我们开发这个接口的时候 要符合一定的格式 我们定下格式吧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定一下 这个格式大概是这样的 它会有一个success字段 表示这个接口是否请求成功 它还会给我返回一个data 这个data就是这个列表里的数据 就是这样的 那Mac说 我的后端开发 就按这个标准来开发 那你的接口模拟 就按这个接口来模拟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用这种数据接口 进行数据的模拟 保存一下 headlist.json里面 已经有内容了 这个时候 我把它关闭掉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页面上 打开我们的react.app 刷新 console 点击搜索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时候console没有内容 但是呢 重新来做一次 我们点开network 刷新 好 请一下 我们点搜索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发送了一个headlist.json的请求 这个请求的结果 就是我们模拟的数据的结果 OK 没任何的问题 那么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结合这个请求的结果 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 当你成功的时候 res里面其实应该有值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值打印出来 console.logres 保存 回来 我们点开控制台 点搜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结果都出来了 它里面呢会有一个data data这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接口返回的内容 所以呢 我可以这么去写 const data 等于res.data 然后console.log data 保存 再来看 OK 这个时候 success的内容有了 data的内容也有了 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做什么 一开始 我们的这个header组件里面 大家来看 你的reducer里面 这个列表的内容是空 现在 我已经在你聚焦的时候 发送了阿甲克斯请求 获取到了结果 那么 我是不是应该用我的结果 替换掉你之前这个空数组啊 好 那怎么替换呢 大家来看 又到了我们要改store里面数据的时刻了 那你要改store里的数据 一定要走这个流程 action给到store 再给到reducer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action 你会这么想 const action 等于一个对象 对吧 tap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 比如说change list 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还要传一个数据给他 数据就是什么 data下面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啊 data下面有一个data 对吧 这是数据 OK 构建一个action 然后呢 再派发给store 怎么派发给store呢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函数里有一个dispatch方法 所以我可以在这儿 调用这个dispatch方法 来帮助我们把这个action 派发给store 我们这么写就可以了 当然呢 我们说action 这是最原始的写法 你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action都是由谁创建的 都是由action creator来创建的 恰好 我们这个文件所处的位置 就是action creator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个action creator 我们可以写一个const 叫做change list 等于一个 函数 他呢 返回一个对象就行了 他的类型 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他呢 要接受一个数据data 然后呢 他返回这个data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写他 action等于change list 他接受一个参数不是吗 我们就把这个参数传给他 这样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change list 提出来 写到下面这个位置上 那这块action就没有意义了 保存 当然呢 change list里面的这个字符串啊 它应该是一个长料 不应该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这么写 constant.change list 保存一下 然后 我们呢 再去constant里面 要去定义这个change list 我们点击constant export const change list 等于header下面的change list OK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change list 也拆除出去了 保存 这个时候呢 好像整个流程已经打通了 我们呢 当你去获取完数据之后 要改变story数据的时候 先拿到了数据 然后呢 派发了一个action 这时候 这个action会传递给谁啊 传递给reduc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到reducer里面 要继续写代码了 我们打开reducer 如果 action的类型 等于等于等于什么 constant.change list 我们呢 先不做别的事 我们先return原始的state 我们先不做改变 我们先打印一下 console.log test 看一下整个流程跑没跑起来啊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 刷新 当我点击搜索的时候 大家看test 已经输出出来了 说明整个流程已经打通了 你呢 发请求获取数据 现在数据呢 已经通过action 传递给了reducer 那我们继续来写reducer里面的内容吧 我们可以打印什么呢 action 保存 再来看 刷新 当我点搜索的时候 action呢 是change list 它里面呢 有一个data data呢 是一个数组 好 我们呢 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们接下来呢 希望把这个数据里面的这个list 改成你action里面的这个data 所以呢 我们这么写returnstate.steplistaction.data就可以了 保存 这么写代码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上又是有问题的 我们说问题在哪呢 大家要仔细来听这块 稍微有一点复杂 大家要仔细来听啊 大家来看 当我去创建store的时候 我们默认list是一个空数组 但是from.js这个方法 它有一个特性 有什么特性呢 它可以帮我们把一个js对象 转化成immutable对象 这点是没问题的 它呢 也会把 它里面的这个list对象 大家看list是一个数组 对吧 正常它也是一个js的普通的数组 当你外层用了from.js的时候 内层的这个数组 也会帮你变成一个immutable的数组 所以list初始值 它其实是一个immutable的数组 但是当你掉用set去改变list的时候 action的data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的数组 list会由一个immutable数组 变成一个普通的数组 这样的话数据类型就变了 所以肯定会出错的 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们打开actioncreators来看 之所以你派发过去的这个data 是普通的数组 原因就在这儿 你的这个action在这儿构建的 这个data从哪来的 从这里来的 而这里的这个data又从哪来的 从接口来的 接口传过来的数据 肯定是一个普通的js的数组 所以呢 这块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只需要怎么办 我们这个action在这写成这样 其实你要知道 它等价于data 冒号data 那么现在它是一个普通的js的数组 我们只需要把它变成一个immutable对象就可以了 怎么变呢 我们这样去写 import fromgs fromimmutable这个酷 然后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数据变成一个immutable类型 再去创建这个action 然后呢 dispatch的这个action里面 对应的这个data 就是一个immutable的数据类型了 那么reducer 接收到的这个action的data 也会变成一个immutable类型 你再去改变list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呢 可以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刷新 聚焦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看redux 点击这个redux 刷新一下 然后点开这个state 大家来看 一开始focus的false list是空 当我聚焦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focus的变成了false 但是列表里已经有数据了 好 我再点上 大家可以看focus是true list里面已经有了这些高考啊 区块链啊 这样的数据 那么就好办了 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数据给展示出来 怎么展示 我们回到我们的index.js这个文件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往上去翻 这里面 我的这个教育都是写死 我呢 希望从这个列表里取出数据 循环展示 那怎么去取 往下翻 如果 我想从store里面取数据 是不是在map state to props里面去写啊 我们在这儿写了一个focus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去取list 从哪去取呢 state.get in header下面的list 保存 OK 然后我们回到上面去 这里面呢 其实啊 它是这个get list area 这个方法会接收一个参数 实际上 我们怎么写也可以呢 我们可以来看啊 get list area这个方法 在哪被调用呢 它在这儿被调用的 传递的是list props.focus的 实际上你没有必要去穿它了 我们保存一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面 你也可以直接调 this.props.focus 所以这个方法呢 如果 在一个普通的组件里面去写 没必要去穿这个参数了 直接用this.props.focus的 也是一样的 那继续 我们来改这块的代码 以前它是写死的 现在呢 我可以让它做一个循环 怎么循环 大家来看 我写一个 在jsx里面 我们去写个js表达式 要用花口号对吧 这里面 我们说 我们已经可以用 this.r props.r list了 好 这个list大家记得 它是一个普通的 js 这次数组 还是一个immutable的数组 它是一个immutable的数组 但是没关系 immutable的数组 也提供给我们一个 map方法 所以在这里 我们用map方法 一样的 它会接受一个item 我们呢 return一个 这个出去 它的内容呢 就是item 但是你应该知道 我们做循环的时候 一定要给这个循环向一个k值 这个时候 我们用item做k值 因为这些keyword 一般是不同的 也就是 大家来看啊 你的这个 列表向的内容 高考 区块量 这些内容 一般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用它作为k值 是ok的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上来看刷新 当我点击这个搜索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阿甲克斯获取的列表的数据 已经完全的显示出来了 好 没问题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这么多 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就是 如何在我们的项目之中 使用ReduxSync 发送阿甲克斯数据 获取到数据之后呢 存到store里面 然后在页面上进行显示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关键点是 我们把一部获取数据的逻辑 都拆分到了 ActionCreator里面来 那么如果你想拆分到这里来 就要求ActionCreator返回的对象 不能是一个普通的js对象了 而是一个什么呀 而是一个函数 那如果你想ActionCreator返回的结果 能够是一个函数的话 你必须要使用ReduxSync 这个中间件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当我们获取到数据 想要改变store里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Reduxer里面的这个list 实际上 因为最外层包裹了一个fromjs 它呢会在创建的时候 把内部的这个list 对应的数组 从一个普通的数组 也变成一个immutable类型的数组 但是如果你想改变这个数组 直接改变 会把以前的这个immutable数据类型 变成一个普通的数组类型 那不行 我们需要在ActionCreator里面 传递Action之前 把Action里面的这个data呀 也转化成一个immutable的数组 这样的话 数组类型啊 统一才不会有问题 这是immutablejs里面 使用的时候 大家经常犯了一个错误 这一点呢 一定要去体会一下 好 接着我们继续来说 当数据发生了改变之后呢 我们说 我们应该在页面上循环去展示这个数据 那怎么展示的呢 这是第三点重要的内容 我们实际上 调用这个数据的Map方法 通过对这个每一项进行循环展示 我们把对应的内容 都展示在了页面之上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功能呢 就实现到了这里 好 这节课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